彰化线深港乡在今天晚上6点多发生了惊悚的车祸意外 当时年仅小学的三姐弟放学走路回家 没想到过马路时惨遭一辆休旅车撞上 三姐弟当场被撞飞 救护人员获报之后赶到现场 发现10岁的姐姐还有8岁的妹妹当场是没了呼吸心跳 虽然送医急救之后恢复了生命迹象 但是仍然没有脱离险境 而7岁的弟弟只有左脚擦挫伤并没有大碍 三姐弟走在斑马线过马路 没想到下一秒后方却突然来辆休旅车高速撞上去 才国小年间孩童通通被撞飞 撞击力道之大两姐妹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救护车紧急到场急救 现场凌乱不堪 书包等物品散落一地 姐姐先送上救护车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即刻实施CPR 惊悚车祸发生在彰化先生港乡 建国路与美港路口22号傍晚6点多 当时三姐弟放学走路回家途中却遭遇意外 这一状小学4年级的10岁姐姐 还有3年级的8岁妹妹伤死最严重一度没呼吸心跳 虽然送医抢救恢复生命迹象 但姐姐头部受创要紧急开刀 妹妹则是血压太低要进家户病房继续抢救 小学一年级的7岁弟弟所幸只有左脚擦伤 没有大碍 现场是休旅车草重三位血淘 其中两名重伤一名轻伤 三姐弟的家属召集了赶底医院 看到伤重的姐妹两心都要碎了 县长王惠美也道愿慰问协助家属 只是这严重车祸到底怎么发生 警方对肇事休旅车驾驶进行酒测 每酒驾事发经过警方还要进一步理清 久待容貌彰化采访报导